對不對 所以非常的特別 那各位先賢 從早上坐到現在 辛苦不辛苦 大家學到的精神 就如同你現在開闊的這一季節 現在的修行真的是不辛苦 不過能夠坐穩這一把椅子 確實不簡單 對不對 對 雖然嘴巴掛得不辛苦 但是後鞋的經驗告訴後鞋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不辛苦當中感覺 有一點低速嘛 對不對 會不會腰痠背痛 不會 哇太好了 那今天已經上了三堂課 這一堂算是最後一堂課 那最後一堂課呢 期不期待趕快下課 才能上課呢 馬上即便下課 那至少讓後鞋 多少難言跟大家來分享 對不對 那麼剛剛三堂課 我們的謝老師呢 提了很多的實際的一些 道具的經驗 那我們不休息菩薩 我們有機會回佛堂 看看我們旁邊的這個 這上面掛著五位聖人的像 還有他的生命介紹 那麼可以前面的一位 就是我們的祖師 那要跟各位來做一個互動 請問我們的祖師是誰 我們的祖師呢 就是中間坐在中尊的 這個叫什麼 彌勒佛 彌勒佛 彌勒佛是我們的祖師 那我們知道祖師是怎麼樣產生的嗎 我們有拜師對不對 我們拜師拜誰為師 我們拜祈公佛佛 我們是拜祈公佛佛 跟夜慰菩薩為師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也是皈依喔 但是我們不是皈依法師 我們是皈依佛菩薩為師 所以呢 我們進入到底 我們要有一個 比較粗淺的一個概念 祖師當然就是 阿公嘛對不對 我們用比較淺台的 比較通俗的阿公 再來呢 爸爸再來叫爛 那我們現在我們有 師尊師母 師尊祭公佛佛 師母是夜慰菩薩 那我們的師尊 以前也一樣要怎麼樣 要皈依 那我們的師尊皈依 彌勒佛 所以我們現在稱彌勒佛 是我們的祖師 叫做彌勒祖師 那我們的師尊是 祭公佛佛 師母是夜慰菩薩 那當然不是 這個幾千年的 這個彌勒佛 不知道經過幾幾人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跟大家介紹的 金公祖師 是彌勒祖師 再來島中 降世人間 然後呢 救助終生 回天成道 我們的老母 上天老母 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 又封了一個聖號 叫做金公祖師 那麼天藍果 מצ 就是寄光佛火 繃來降世人間 在清靦的時候 然後明火 三十六年回天了 所以呢 我们的老母 又封了一个封号叫做天然虎婆 那紧接着中华圣母 就是我们的师母 他是叶会菩萨来降世 有回天教主的 那再过来这两位呢 就跟我们很贴近 白水圣地 还有不休息菩萨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班子 也叫做心灵班 那肯定大家没有见过这两位老人家 那后协呢 见过 后协在民国六十四年就求到 那六十四年到现在几年 四十几年了 那当时呢 这两位老人家呢 不休息菩萨大概是五十五十出头 白水圣地大概就六十几 所以两位老人家我们都亲临其境 受到两位老人家的慈悲勉励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课呢 白水老人语录 那这个我们看这个 当然就很清楚了 白水老人在世的时候讲过的话 然后呢 因为有录音 所以把他怎么样 我们这一些佛学 把他 就是一段一段的把他摘入下来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圣人 有没有说他在世的时候又有一本什么 圣经 耶稣基督在世有没有圣经 没有啊 洪老夫子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圣书 没有 那洪老夫子呢 我们现在要读儒家的圣书 是哪四本书 圣书 来我们来 有哪四本 还有 有哪四本书 莫松子 这叫做儒家的试书 所以可见呢 圣人在世的时候 他讲的话 他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或许就把他记录下 那白水老人 为什么叫白水老人 难道呢 他回天之后又是白水圣地 因为白水老人 来介绍一下 白水老人 这个没电了 他在世的时候是我们发一重等的道长 那我们都称他叫老前人 那老前人他姓韩 圣位叫做上登下楼至宇连 那中年字号节期 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喜欢怎么样 喝白胎水 而且又常怎么写一些墨宝 然后呢 可能 英年食堂会送一些墨宝 然后他字号白水老人 他是河北省零河县 零河县 出生在光细27年 也就是1901年 那岁次新丑 3月27号诞生 那么白水老人 我们刚刚那一首歌叫做白水老人寿 他是呢 这一位道长回听之后 然后呢 后写 我们在讲课或者在互相称呼 后写大家听得懂吗 不要 不清楚 清楚的几首 讲词就别躺了 后就是后面的后 学习的学 我们在道堂称呼 智底叫后行 然后呢 称呼在座的乐位叫做前行 闲是圣贤的闲 前面的闲叫前行 智底叫后行 是这样子称呼 为什么这么称呼 我们只说过一句话 三人行怎么样 你要守思 对啊 所以说呢 我懂的 你不懂 你懂的 我也不懂 然后呢 季集 季集几个人 季集我们现在这些人 每个人呢 所介绍的知识 都不一样 在哪一个领域 你比较专业 另外一个领域 可能你就是专业 所以我们是互相学习 那后写今天沾光 因为后写进稻僧比较久 然后呢 也曾经接受两位老人家 亲临的这个慈悲 然后几十年来 好像把稻僧已经当 当成自己的家 所以后写应该有这个优势嘛 那在座的各位情形 大家求道都 都久了 讲师现在不列入后写的调法换围 求道十年的请棘手 我们的班也 哇很好喔 有人棘手 求道五年以上的 也有 方程 你超过五年的 求道一年的 何兄求道多久 三年 那这位大兄弟贵姓 尘 尔 我今天才来 没有求道是不是 还没有拜师 还没有拜师 那我们刚刚听的谢讲师 讲的三清世政 谢讲师不是有提到吗 落地修行 在家义得不由在世 这是六语 六语大师讲的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 因为天使的关系 所以呢 修行不一定要怎么样 抛家舍殿 然后出家替度 对不对 所谓现在的修行 包括各个宗教 都是要走路人情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三起 已经到了末节点 三起大开服务的这个时期呢 这个名师已经跟我们交代了 现在道是降火仔 道降火仔 过去休息 都一定要去化炎 对不对 然后 众生动良什么 你就吃什么 那为什么叫道降火仔呢 现在出家人也都有什么 自己煮火石嘛 对不对 以前出家人没有三餐喔 都要靠化炎 我今天福报大 我去化炎 就化得到 我今天福报不够 我去化炎 如果化没有 我今天就要各骨子了 过去世家魔力 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要出家修行 然后要怎么样 看福报 修行看福报 所以家里如果出了一个修行人 那是天大的福报 对不对 因为修行人他做的事情 是利益奉心的事情 他能够呢 让我们的主心沾光 他能够避孕他的后代子孙 所以呢 我们不用认识修行是很困难的 释迦摩尼佛 他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对不对 所以呢 童子一代圣人 他有没有后代也有 所以呢 修行呢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非常困难 修行其实 用比较白话一点就是 只要是为人 你就是要怎么样 试证 试听言动 刚刚那一节课我们在入境 眼睛看了耳朵筋的嘴巴中的行为 显现出来 试听言动 笔笔跳 合乎怎么样 一位正子精子 这个就是在修行良性 修行两个字 修改行为 简略叫做修行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白水胜利呢 他从民国37年来到台湾 怎么知道啊 共产党跟国民党怎么样 吵架了啊 结果我们就没办法回到 回到中国大陆了 所以他等于是 十九世纪 他都在台湾 他都在台湾 把他的生命奉献给台湾众生 不但如此 他因为肯定天命的尊贵 道得出胜 他还把这个道 奠基在台湾 然后传承到世界各国 传承有多少国家 一百多个国家 你说一个人的历练 我说的话你相信他相信 顶多几个人相信我 好说 我说的话十个人相信 有办法一百个人都相信吗 很不容易 对不对 那圣人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见还乎 那如果是圣人他就不一样 圣人他开火讲的话 他就是对众生有帮助的 他就是对未来能够影响整个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甚至里整个世界 所以呢 那个基督教流传了一本像圣经 那我们现在在家修行 我们现在就同老夫子流传的这个儒家的思想 是我们白水圣地自立于怎么样 把他采养的 所以呢 刚刚那一首歌 白水导人诵里面有说到一段 大家都尊称白水导人是现代的同志 那因为我们一代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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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师尊啊 天然古佛 我们的师尊呢 他要有三大红叶 哪三大红叶 在先天要怎么样 度化众生 打本环业 在后天我们要怎么样 移风益俗 改善社会风气 那在第三点呢 花扬中华 固有传统文化 就是要把儒家的思想怎么样 花扬光大 所以一代的圣人 他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影响自己 影响他的过代 他是影响整个怎么样 影响整个人类 所以孔子甚至有哪一个国家 说孔子是他们的 听过吧 听过 好 所以呢 包含现在世界各 都在研究 导子的什么 道德基 那这个从几千年来 不管是五千年四千年三千年两千年 圣人留下来的那一些经典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我们今天啊 陈主刚刚谢阳之提到的 不要小看我们就能 稳稳的坐在这个地方 如果累事没有修 很难 没有耐心 坐不住 想要离开 家里有事情 离止接到电话 就没办法继续坐下来 所以呢 郑成功啊 郑成功 我们现在三集 大开古度是上渡七天天 终度人天的上兰性 下渡地府的幽民鬼魂 郑成功他是不是已经回天了 可是他有求到 他求到了 这个就是上渡七天的神仙 所以郑成功他是我们道场 护道的什么 护道的一个大将 所以郑成功他来结业 来慈悲免疫 他就说 我们能够求到是三世有修 我们能够开寡会 开过寡会的几手 那中间穿白衣服的大姐 你有开过寡会吗 忘记了 有没有去参加两天的帅性进修班 还没 我们尽量拨时间 参加这两天的帅性进修班 我们的小孩都在读经 对不对 中庸第一句话叫什么 天命智慧性 帅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驾 好我们请第二计划 帅性 天命智慧性 帅性 有吗 咦 好 我们小孩读经 我们大人也要跟着读 我们要同时怎么样 同时成长 不要说小孩子一直在进步 然后呢 我们一直在退步 肯定会退步 怎么样呢 年纪一年比一年到 记忆一年比一年往下降 对 像后写现在记忆真的很不好 真的非常差 所以呢 如果说后写现在能够讲出口 可能都是过季读进来的 好像电脑现在已经怎么样 那个档案已经太满了 挤不进去了 那现在能够掉出来的都是以前怎么样 以前存档的 所以啊 我们真的是真的是 怎么说呢 不管啦 不管说早还是晚 只要我们肯写 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调整回来 我们肯定多少会进步了 不要怕管 不要怕慢 只怕站 如果我现在开始起步 踏步第一步 那就前进一步 踏步第二步 就前进两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只是想 一直站在这一边 永远都是原地踏步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白水老人 大家都称他是 金氏的童子 那因为呢 奉师母之命 将到带到台湾 那代表白代的名师 因为一代名师 已经没有这个肉体了 一代的名师 已经回天教祖了 所以必须要有 代理的名师 所以我们白水圣地 就是代理 代表天命名师 道颜天下树立一个典范 然后到了九十五岁的时候 以九五之尊 道成天上 后面有他那个 道别师的这一间照片 再跟大家来读一下 那老人家对姓李辛寡 三老书舍的采述 哇 自治足迹 对这些候选 真的是受用很大 那么 大家能够契入我们的本心 让我们这些候选 感受到这个大呢 他是非常殊胜的 听起来就如同什么 疲无贯离 让我们能够增加信心 滑行充满 而进一步 我们都能够怎么样 道场很多都怎么样 我狐狸心也在行菩萨道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一 第一 白水圣地 他从栽入下来 末后一早一点直超 那我们说求道 其实呢 求道跟过去观音菩萨也好 世交文艺也好 世交文艺也好 孔老夫子也好 耶稣基督武教圣人 不管哪一位圣人都一样 任何一个圣人 他在世的时候都在怎么样 都在传道 都在传道 最典型的我们看到 有时候看到一个标题 基督教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正是基督教他 他所标准出来的 对不对 他传道 那现在呢 武教流传下来的 只剩下什么 教官 一代圣人不代的时候 已经没有道可以传 谁来传 很典型的 世交文艺国要传道给他的弟子 他是以心应心 所以所谓的道 真经不在子善 子善无真经 那五主呢 要传法 传心法给六主的时候呢 要避开所有的弟子 叫这个六主呢 三经半叶 进入这种辱师室 方丈室 然后呢 还要怎么样 用夹杂围起来 要传神 传心法 所以我们今天道 道长为什么要这么殊胜 这个道呢 是有一个道头 从达摩西娃娃印度 传到东谷的时候呢 达摩是我们东方的第一代祖师 那传到现在我们的天南谷王 跟中王胜王 是第十八代祖 现在丹麦的名师是第十八代 那我们怎么转 过去呢 过去药船的时候 要夹杀之后 过去药船的时候 要碾花示众 释价王音火 就是碾花示众 然后呢 看哪一个地址 分析比较利的 比如我在碾花 我在我的前面这样子在碾一朵花 我在座的这一些 法会的当下的这一些 拼金文化的这一些地址 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人天百万 结果呢 他在碾花的时候啊 大家都茫然啊 压抑啊 怎么 怎么祖师你上台 一句话都不收啊 他只做一个动作 碾花 大地址 家业尊者 破颜为笑 哎 微微的怎么样 笑了 那师父就 师父就 已经把他的心法 在这个碾花的当下呢 大地址已经心领神会 师父已经以心来 所以呢 从古至今的圣人 他不会告诉你 哇 道是怎么样 老子 那个老子 不是道德经 不是开的 不是说吗 道可道 道 就非常道 明可明 就非常明 大家都懂耶 很好哦 所以啊 你能够讲出口的 用 用言语 能够表达出来的 已经怎么样 不是心法 所以这个道呢 从古至今啊 只能意味 不可言收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开古度 我们求道呢 我们就是求心法 我们就是得到这三宝呢 这三宝 就叫天机 所谓天机 后面怎么接 你懂哦 你贵姓 香姓 香姓 王姓姓姓 三点谁 江姐 有会跟啊 天机 是不可以泄露的 而且这是 隐心硬心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单传独授 主师已经回天教主了 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 有一个天命名师 那这个天命名师 也有一天这个肉体会坏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代理的天命名师 叫传道师 来替师传道 所以呢 谈到这一边 好像跟我们今天白水胜利 这个可能会说不完 明师一指 倒是我们通天的正门 这个叫通天窍 先 或许先说一个 说一个问题 让大家去思索 我们有没有曾经听过一窍不通 我们有没有听过七口八窍 有没有 七窍七窍 对不对 一个窍一个窍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七窍竟然会叫八窍 又说一窍不通 那现在明师给我们日脸的又叫做正门 又叫做通天窍 所以这个里面的内涵呢 我们必须要去把它搞清楚 那两窍是不是今天第一次来就是还没有拜师 还没有开智慧 还没有求到 我们赶快把握时间 这个呢 机缘一来 我们要马上怎么样 把握 这个机缘一失信 很难收啦 很难收 我们还要再等多久 所以呢 机会难等 好 那么这个叫做正门 这一指点叫做正门 叫做通天窍 它又叫做无知真经 因为没有知 只能怎么样 以心来应心 那历代的佛子菩萨 也都要经过明师的指点 过去修行很苦修啊 过去的修行要怎样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圣人他们的传记呢 我们会发觉 洪子他的一生也是怎么样 颜肺流灵 对不对 他的一生很辛苦 三岁上父 几岁上母 十七 还是十四 十七 好 大家都有读儒家的思想 然后呢 好 我们再往下 我哥哥也看过了 那金刚好比我们的自信 是永远不变 永远不怪 那六读呢 六读他就是 恩信非常的利 所以呢 他听到 听到第三读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 哇 他的心怎么样 这个智慧就开了 他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懂了 所以呢 这一支点 这一支点它是告诉我们 什么叫应 就是感应 无呢 就是同心 因无所住 守就是守在地 我们有感应道交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好像我们的心意就光明了 所以这一点叫有感即应 那好像我们当下呢 跟师祖这样印心的时候 我们的当下 我们是没有落入第二想法 就是好像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自信当下是晃风的 所以呢 空空洞洞的 但是所有的事情 就是由这里花出去 不管科学也好 哲学也好 钱是从这个地方怎么样 花那个贫力出去 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没有 就是没有拜师 所以呢 我们也没办法把三宝条阐述的很 阐述的怎么样 很清楚很明白 不过我们在求道的仪式 拜师的仪式的那个当下呢 我们可以去领会 那跟大家来说 其实一个小时真的很短 真的非常短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在世 珍惜我们身边有有的 但是了 又或永远都存在 大家相不相信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要做菩萨先邪会什么 不开口 如果要我们去当一天的菩萨 我们一天都不开口 可以吗 对自己有没有自信 可以吗 都不敢当吗 不敢当吗 不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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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要你当一个界的菩萨 都不开口 可以吗 很难 你当一年的菩萨好不好 越来越有自信了 当菩萨有那么难吗 有一个流浪汉 他看到菩萨坐在莲花台上 受人摩拜 哎呀好羡慕啊 流浪浪跟菩萨三两 我可以和你交换一下角色吗 菩萨做什么 好喔 大家要打呢 菩萨做什么 好啊 噢 对这个不是没有条件的喔 你要让他问什么 有什么条件 那菩萨说什么 没问题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没问题就是有问题喔 好 有让他就坐上了莲花台啊 好怎么样 好活气 好端眼 对不对 他眼前整天怎么样 很吵杂 为什么 众生守求五花八门啊 你来求五 他来求咒 你又来求平安 众生不会就是这三件事 求五求咒求平安喔 好 那要求的人很多 始终看忍着怎么样 闭嘴 闭嘴 好 有一天来了一个护翁 护翁求什么 好 想要试给我美灯 磕头请身 就要走了 结果呢 掉了喔 有让他刚想要开火提醒 他想到什么 菩萨交代 菩萨交代对不对 富翁走了 来了个什么人 穷人在求什么 为什么 然后呢 跟开火起身 掉走了 结果呢 开到了一个钱包 那求人怎么说 菩萨行灵啊 太棒了啦 我一来 菩萨叫行灵啊 拿起钱包就走了 你知道后面 发生什么事吗 有让他想开火说 不是行灵啊 这是人家掉的啊 那么 他想起了菩萨的话 唉又病嘴了 这时来了一个 遗乎 那遗乎来求什么 求菩萨是我安全 出海就怎么样 能够风平浪静 磕头 然后又起身了 当要走 哇 被谁拦住了 被护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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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让他想开火说 不是行灵啊 结果呢 这个富翁进来了 为了钱包 谁吵架了 这个富翁跟这个姨夫 两个人吵起架来了 富翁认定姨夫呢 检走他的钱包 那这个姨明 他觉得他很憋慌 对不对 那要让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了一句什么 助手 为什么 他把一切的真相 到处的那两个人啊 结果 这个交恨有没有平息 表面看是已经平息了 来 这三计划呢 移民赶快离开去坐转了 富翁则去找那个穷人算账了 对不对 你觉得这样很正切吗 好 我们在座的 我们自己想一想 流浪漫因为开口 结果平起了那两个人的纷争 那你觉得这样子公平吗 很公正吗 有谁可以告诉我 分享你的想法 卫平 有因果 很好 我们给卫平一个掌声 太万了 在你的心里 好 福萨跟流浪漫说 你怎么 破功了啊 我不是交代你吗 怎么样 不要说话 我冥冥之中也在保佑 因为怎么样 船会沉下去 富翁他第一名吵架 我是要让他们拖延时间 不让他坐上那一艘船出海去补移 你真是啊 另立不过啊 严多必失 菩萨又说 你开口以为自己很公道 但是穷人因此没有得到那一笔救命钱 富人要 要去求菩萨求什么 求一个美德 对不对 富人也没有机会修好他的德行 那一路出来要赶上风浪 葬身海底 哇这下惨了 三个人都很惨 对不对 要是你不开口 求人家的命要救了 富翁呢 也积了等 那一路别躲过什么 躲过这个 哎呀 这个海浪 对不对 至今都还活着 你要让他听得怎么样 非常惭愧 他默默的怎么样 哎呀 福少不好当啊 自己 弟子头默默的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寺庙 所以喜洲寺该怎样就怎样 等待他顺其自然的发生 上天永远都会做最好的安保 等待他顺其自然发生 结果呢 会更好 那可是呢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 又有谁会知道事物本身该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都没有意知未来的这个能力 本来人是有这个能力 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生死轮回太久 我们都丧失我们的本能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事物本身该有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下面这两句我们念一遍 我们念一遍 尽管起遍 此是第一种能力 顺其自然 是第一种幸福 说的对不对 对 非常对 那菩萨因为尊重因果 所以不开火 我们给伟平赛一个掌声 好 所以呢 人生该发生的总是要发生 我们要该修改的 还是要怎么样 下一点功夫 所谓的放下修心练心 这些都是人人生必经的功课 所以修行就是练习不随外境行动 不是菩萨 没有坐在菩提寺下 就盼不到这个结极了 菩萨他能够抑制过去跟未来 人世间好多的纠结折磨痛苦啊 还是要菩萨混心的指引 所以呢 菩萨的指引是我们在红尘中的一个依靠 那我们就慢慢在红尘中怎么样去修炼吧 我们都是现在的示范的什么 流浪 我们是不是流浪汉 是吗 是不是 不是哦 从今已经怎么样 我们都从求到拜师 那一刻就是我们生命的重生 所以呢 从那一刻 受明师指点 得到这个心法的那一刻呢 就如同我们生命的重生 假如说过去我们的种种 我们做的不严满 如同着陆死了 今日开始是一个重生 那么我们说修行 要修到什么时候 叫做明心见性 那佛教讲明心见性 就是指点 导致我们经过明师这一指点之后呢 明师在指点的当下 这个仪式过程 在指点的这个当下呢 让我们的心 突然间 恢复到我们本性的亲近 在那个亲近的那一刻 叫做明心啊 明白我们的这个心 哇 原来我们要归一到这个 什么 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通天翘吗 到底我们通天翘在哪里 啊 术后写也没办法在这边 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两位呢 赶快安排时间来 拜师来求到 我们就会非常 老老老分明 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么 按着呢 我们明白我们的心 要安住在哪里 然后按着我们的天性 去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好 那老老老 从老老子告诉我们 天命之谓信 天命叫做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叫做什么 本心 本性 就是我们的良心啊 如果现在 后写几例 如果有人 有人指 质疑我们说 我们没有良心 那我们会缓驳吗 正常会啊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人真没良心 对方一定缓驳说 我怎么会没有良心 所以代表 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 谁愿意哦 接受说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 因为 圣人告诉我们 人之诸 自信本善 对不对 我们的本性呢 是善良的 帅性之味道 天性 就是我们的天理良心 按着天理气候 叫做见性 所以圣人告诉我们 返回赤子之心 什么叫赤子 小孩子没有封点对待 这个叫赤子哦 那么我们用了这一点良心 那个良心就是我们的天气 我们的天心 那人心在后天 他要做什么 习气嘛 有对待 那么在先天 他就是赤子之心 好 我们四点到 我们到几点 到几分 十分 十分这样 好 好 原来那个先天的真性 未复于我们人 之前就有的 那个叫做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天心 更白一点 叫做我们的灵性 我们在 我们在佛经 我们在稻草 我们都叫做 灵性 那么一般 我们如果没有邪道 可能我们就我们就会说 每个人都有灵魂 对不对 灵魂 灵魂跟灵性有没有一样 一样 我们这个灵性呢 是越修越清明 越修越怎么样 越清静 那么所谓的灵魂呢 就是好像 好像我们在生死 因为在生死轮回轮回轮回到后来 然后我们的灵性 已经怎么 被那个灰尘 好像窝灵上面 灰尘已经 卡得很重 已经看不到他的光明的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他这个人怎么样 很懵懂 然后很疯 好像就是没有智慧 再看下去 那佛家所讲的不斗访文 也是我们说的 洪老夫子说什么 佛家说不恶法文 洪老夫子说 无道 一零万之 用什么一 用什么一 一才是道 得了一支点 找到了唯一的真等 找到了唯一等 这个真等一 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灵性 我们现在再讲白一点 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都会说 天生地中 父母只生我们的这个身体 但是父母没办法生我们的心 会是你听心 会是你听心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这个灵性 代表这个什么 这个真人 他是上天赴给我们的 借着赴金母血 把我们生下来 在这个人世间 所以呢 我们生活时候 我们有家里的 我们有下一代的 我们都知道 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一定要哭 没有哭的孩子 那很危险 对不对 所以为啥这样子 如果小孩子生下来 不会哭 代表 他的灵性 没有头胎 他的灵性 没有进来这个身体 好 这些都是普比 只有等到我们拜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破廊开廊 那你的真人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只研究这一点性理心法 我们再到我们 研究性理心法 我们不是讲外体 我们不仅仅只是教化 当然传道的时候 还涵瓜怎么样 涵瓜一些教化 对不对 但是教化不一定有办法传道 这个就跟圣人 有没有在世有关系了 好 各位千贤 看到这个图 我们第一个念头 我们先想到什么 好 来何兄你说 一个红点 一个红点 那还有没有其他千贤 有不一样的看红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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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太阳 到太阳 很很正向的一个想法 还有吗 资本国籍 资本国籍 对对对 对对 超好 确实是 那后贤呢 其实这个图呢 其实后贤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跟大家分享 你看到什么 有日本国籍 有太阳 有红点 都对 这个没有 没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后贤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我们人 如果我整个生命 就是这个画面 我的生命的前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然后呢 你是着重在整个生命呢 还是只躲在那个红点 我们在生命当中嘛 比如说我现在30岁 我现在50岁 我现在60岁 我在意的 我在意的事情 对我的生命 有那么重要吗 对我的生命影响有那么严重吗 所以 当我整个生命是整个画面的时候呢 这一点 在我的生命当中 它的比例占多少 一点点不多 要不要执着 要不要想拍 要不要放下 要 很肯定的 要 肯定要 好 为什么要用那个图案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说呢 整一辈子 我们说修行 嘴巴都会说 哇 有时候那挂在墙壁上的荆轲毅力啊 说得很好 我就把它表起来 当作我的座右铭 我们做得到吗 我就那个座右铭挂在墙壁上 然后我们要不要付之行动 我们要不要去实现 要不要付之行动 要挂的时候强调 可是那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呢 做得到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说 说的 我的意识会比较好听 对不对 会说的不一定做得到 会做的不一定要会说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胡志真经 回天的密码 这也是在告诉我们 阐述我们说 我们拜明师之后 我们得到三百 我们就得到无志真经 那无志真经 我们透过通天教 就是我们灵性 我们的佛性 回乡的什么 回乡的一个什么 凭证 所以这边你说嘛 当初 达摩老祖师 为佛家帝西方二十八代 来到东方的时候 他是我们第一代的祖师 他传的是什么 上圣大王 什么叫上圣大王 有小圣 有中圣 有大圣 对不对 那所谓的上圣大王 他就是无志 达摩西来 有一首记忆好 有有 来我们来同志我们念一遍 达摩西来 你自如 前凭行音要光伏 若要是上圣火 云间刚刚动停符 容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为动停符很大 用一支笔要把动停符的水 全部把它怎么样 写完 可能吗 不 很难 所以呢 新华 什么叫新华 直指人心 渐性成佛 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 教怪别传 那我们师真师母奉天成立 普渡众生 传授 从古至今不清传的这个秘宝三宝 他包含李契像 李天是我们灵性的家乡 契天就是契天神仙 谁能够到契天 在世的时候是忠诚孝子 劫富列如 这些有一天回天之后呢 就进入弃天 然后享受人间的香烟 看你的风德 有多少 可能三百年五百年八百年一千年都有的 这个受到人间的香火 然后呢 那像天呢就是我们现在 眼睛看得到 眼睛手能挤的手 看得到的叫做像天 所以这个像天他会毁坏 那么契天呢 他会变化 可能三百年五百年 他就要做一个到变化的人 可是李天我们灵性的家乡 他是灵近清静的一个地方 他是不生不昧 他都永远不会坏了 所以我们灵性能够呢 回归到领天 归跟任务 这个是我们求到最殊胜的地方 好 又有一个笑话来 卓北林大家要认识吗 不认识啦 大家都认识喔 不得了 你跟他是同一个事情的 卓北林呢 他为满座的观众说了一个很棒的笑话 好 然后引来风堂的大笑 当听到笑话的时候 大家要不要笑 肯定会笑 对不对 然后他又重复说一遍 再说了同一个笑话 这个时候呢 第二次说了这个笑话 只有几个人笑 好我再说第三次 你们会笑吗 同一个笑话 同一个笑话 我说第三遍 大家都觉得怎么样 江姐 你觉得说了第三遍 你会怎么样 就不能笑吗 笑不起来了 好笑喔 对不对 好 这个再提醒我们 如果呢 同一个笑话 他重复第三次的时候呢 那静向家的没有人会笑 对不对 精彩的 哲理在后面 如果你不能一次又一次 为同一个笑话 开怀大笑 那为何你要为同一件伤心的事 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 哭泣 对不对 又为什么要为同一件事情 一次又一次怎么样 生气 生气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当我们变身人俊的时候 筋头要聚个弯弯 我们好好地睡 我听到几句话 开心的话 我听到几句 我不开心的话 对不对 然后呢 来贴 来调整我们的脚步 几分钟接下去 反正中间没有休息 本来是有休息的 他没有休息 好 三教真传信女心传 所以我们这个道呢 天道的真理 就是我们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道统 从阳 顺 语 汤 文武 周公 代代相传 那这个道呢 也是三教圣人的真传 刚刚前面后写已经讲了很多 那我们俗家讲三纲五常 精畏成纲 忽畏七纲 互为止纲 那俗家就是讲三纲 还有五常 五常就是仁义理智信 人义理智 然后最重要的 我们只要是人 我们都一定要怎么样 要有信用 对不对 那佛家讲什么 三规 五戒 规一佛法生 我们说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生 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求到拜师开智会呢 我们也是规一 我们也是规一三宝 只是我们这个三宝 切实他能够指引我们一条 回到领天的一个捷径 那么五戒呢 确实是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就是三道零望九 那今天我们就不阐述 道家讲三观五气 三观就是精气神 五气呢 心肝脾肺肾 心肝脾肺肾呢 也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 五 五气 五行 五脏 他是有关心的 或许也要把它跳过 因为这个 那我们讲的是气力心法 儒家讲执宗冠一 纯心养性 佛家讲冠法归一 民心 战性 道家庭抱掩手艺 修心 战性 所以三教圣人全收什么 心性 全收义 所以我们的分乱的心 我们的妄想心 执着心 所有的心 我们一定要回归到一心 为什么要回归一心 让我们分乱的心 达到清静心 一就是无几里边的离 再等就是心性 那我们投了这个肉教 有了对待之后 世界上有千门关教 唯有这一点 都没有错 因为这一点他是心话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三教的真传 我不是说了吗 这是我们白雪圣地说的喔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要守佛家的规见 要 我们要尽 我们要实行同老夫子的补偿 能力与自信 其实就是杀到人忘记的反面 那讲人还能够杀身吗 肯定不可能 那讲地还能够偷到吗 讲理呢 就不会淫乱 讲法缘呢 那还有信用吗 九人乱性 所以我们要讲怎么样 理字嘛 要讲字 那同老孟子讲真面 释迦摩尼佛是讲反面 其实是一个调 那佛家唱万法归音 那一法 一切法归到这个道 叫做明心见心 或许想要把他跳过 那万教经典 不离自信 释迦摩尼佛中 就是这一段 很重要 很重要 再一次很重要 因人很重要 不有正法归唱 捏谈妙心 持相无相不利 如知 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 所以信要既不得 命要传 所以我们两位大等 今天都能够做一整天 非常容易 我们赶快安排时间 赶快安排时间 那书上前有这些话 就是不知道如何传 真的 我们得这一指点 万教经典 我们以前没有看过的经典 我们拜师求道之后 我们去观 各教的经典 你用我们得到的这三宝 这个心法 去把它解释都解释得透 非常奇妙 获写的经典 以前还没有求道的时候 不知道 茫茫感 然后呢 经过尹宝是引进之后 也是告诉后写这一句话说 你用这三宝 去印证各教的经典 结果有一天 他就拿了一本 多重以教 多重以作以人生 看 第一次看不懂 第二次看不懂 第三次终于心 突然间怎么样 突然间 困然开了 就真的 我们用我们的心法 可以印证三教的经典 三教的经典 万教的经典 都不理我们这个自信 那师尊师母的 两位老人家 只看我们这一点 找到自己真我 叫做真道 讲经说法 若离这个真我 来说心性 都是怎么样 没有 无本之路 道法是讲的天花乱坠 都是怪题 跟自信是没有关系 所以是能孔子留下来的中庸上面讲天秘 智慧性 灵性是由天而老 灵性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 很多 有人提到参禅法座 我们的白水圣地 他就明白的到处 现今的修行的人 行义禅 坐义禅 怎么样呢 我们任何时刻 无时无刻 我们都可以坐禅 这个我们修这个禅 他叫做火禅 不是坐在那一边 坐着 然后一动动动 那个叫 鼓作 那个叫食材 所以这个对我们人没有帮助 然后参禅法座 我们得这一指点 道是无形无相 有形象前是假的 我们道中有内功 真人静坐 道法自然 坐的时候 身体要自然 背景要足 两脸自然 他是八分闭 平心静静 我们看每一尊佛 是不是都是八分闭 回去如果家里有佛像 幻音像的话 我们仔细去跟他怎么样 仔细去跟他互动一下 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 他好像也都在看了 可是我们注意看他 他又好像是八分闭 他在观什么 心经第一句话叫什么 观自在菩萨 好 我们回去自己去参固 好 那个 帮助我们两眼自然八分闭 平心静静 舌顶上耳二目守行 那这个当然 我们没有开智慧 没有求到 我们就很不懂 那懂的人 我们回去做做看 那李主就是李 李动兵李主 他说 一二三四五 二人守一虎 解开其中 又便是未来主 你一教通 百秀就通 万法不留自信 所以呢 二人守一虎 要我们回光 返照 这是内功 这是真人静坐 大家要注意 真人静坐 就是道寡次 坐也是长 走路也是长 坐车也是长 不管在哪 随此随地 都会长清长静 你坐在飞机上 坐在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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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怎么样 精子集中 平心静静 两眼守 悬观下 叫真人静坐路 真的讲不完 好 解引说 道在圣传修代者 我们呢 我们领悟肯定 道的尊会 要发现怎么样 立民的志向 这个志向 起始终极一生 到最后一国际 我们就是怎么样 修心良性 那老前人 白水胜利 慈悲跟我们说 我们是活的地方 是无孙老母的儿女 今天才有这个荣幸 我们大家 要感谢 无孙老母 在这个时候 大开苦度 才能够脱里苦海 我们应当感谢 感谢 前人被 从大陆飘用 过来抬家时间 来台湾 台湾厂大 我们才知道 自己的征服人 应当也要感谢 那么 到晚的 臀传师 一定要有钱财 才有这个硬碟 礼呢 有败 财 还要有什么 有福 没有华 我们来这边 我们就感觉 除了有硬碟 好像里面的什么 里面是空心的 当然里面有它的功能存在 还有这个地方 财华 财华 礼地 好 那 心火中 老骨功高 上天节 不孤乎 诚心 诚心的好心的人 那 父母是我们的赦恩 培养我们 今天 我们才会有今天的光荣 我们应当感谢父母的恩 那我们修道 立焉了焉 任劳任念 有功有过 上天自有一本账 如自以为有功 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是自欺 我们修道 不求有功 但求 不过 我们只是了焉 抱恨而已 现在老母大家 大道以古典各国 甚至书母的弟子 成道威力 成心的古法计算 那将来 过了这个末节 上课分班 迷了出世评说万教 到那个时候才叫 真的是 逢老公的世界大头 那 新的资品的弟子 将来回天教命 就拍龙华大会 暗宫帝国 那时才算真正的什么 收眼无垢 那九品连改 人人都有 现在 末节年 上天要写出 3648,000写 所以这些 只要是 有修 有修行的 人人都有机会的 好了 结束了 郭台语的上 人生三点 来 我们男子念一下 放开一点 简单一点 单纯一点 其他三点 正会开心一点 里面就不说了 今天时间到了 郭台语 他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奇迹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放开商品 放开商品 我们生活就会怎么样 获得越简单越好 后面还独到 哇 这一季很好 李嘉诚的一段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下课 一天道场 来 我们念一念 来 一天道场 能在地上 就是那车 与白菜 放在一起 就是白菜价格 与大家卸 放在一起 就是大家卸价格 我们的义生 放在一起 这很重要 各位同修 各位前贤 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要跟谁 绑在一起 先佛 跟先佛 绑在一起 我们希望跟白菜仙丁 跟不修价格 知道怎么样 绑在一起 我们追随圣贤的脚步 有一句话说 鸟随凤凰 飞得高 人伴圣贤 顶和 顶和高 人伴圣贤 平得高 因为有圣贤给我们 一个典话 鸟肯定自己飞 可是如果 他跟着凤凰飞的话呢 那不得了啊 对不对 鸟随凤凰就飞得 人伴圣贤 平得高 用这一句话 要跟各位闲选大家来互相共同勉励 我们一起怎么样 我们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那厚显超过一点时间 非常抱歉 厚显如果脚不圆满的地方